什么5.56枪械后座力最高呢? 至今目前5.56枪械有很多 有步枪、机枪和连居 今天来聊聊后座力最高的三把5.56枪械 它的后座力竟然比AKM还高 太可怕了 第三高M16A4 M16A4是唯一初始没有全自动的步枪 装了撞过枪托时 后座力还是比较低的 毕竟射速降低了 还是容易控制的 但是在单发和三连发模式下 后座力还是很高的 尤其是三连发的时候 稳定性很不好 弹道也不集中 不被人喜欢很正常 第二高G36C G36C是雪地图上线的突击步枪 它的优点是性能比较全面 但缺点也有不少 弯弹极慢 是5.56步枪最慢的 长达3.8秒 而且稳定性方面也不行 比其他所有5.56步枪的后座力都高 很多人都不喜欢用它 第一高M249 M249在老版本是空头枪的时候 后座力是很低的 很容易控制 可在改成地图刷新后 它的后座力被大幅度提高了 罗江的时候比AKM后座力还大 真的是太可怕了 全会看见都照着走 小伙伴们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好了 我们下期见